跆拳道館内陈世新亲自示范一一指导学生 定制奥运金牌光环 他向教育部申请经费 在动华大学体育馆培训国高中学生 但现在却传出他只因为学生比赛输掉 竟然用跆拳道的潜踩动作 当场将小朋友提飞 面对质疑陈世新不否认有体罚 说那是家长和学生的共识 只是他前不久才传出 他先生互控家暴 两人闹得沸沸扬扬 先生还带小孩在旅馆住了好几天 不敢回家 现在竟然又传出体罚学生 也让外界哗然 到底有没有体罚 教育处说还会继续调查 只是面对家长反弹 还会不会继续让他担任专案教练 教育处则是余待保留 陈世新重被爆出婚爱琴 和老公董俊男互控家暴 家务事闹上全国版面 现在又传出对学生体罚 一连串争议 让昔日的奥运金牌不再风光 因为取而代之的一连串风波 已经让他疲于应付 记者我采讯了知 欢联报道